判逢甘露啊 这两天全是阿木木 有时候我比你们还急 我更想进知道吧 进不了我有什么办法的 你说排队排个两三分钟 选英雄又选个两分钟 然后突然有人秒一下 五六分钟就过了 然后再排一下 再几分钟 然后再有人秒一下 没办法 就把的话狼开抓上好了 这猴子在点狼肯定会打得很强 是的 如果这个船长会玩的话 他会空线等我们的 如果不会玩的话 他不空线 就没必要搬他了 主要是这个猴子在点狼的话 可以抓一下 这波可以跟猴子配合一下 船长的英雄其实不好配合的 这版本船长比之前还要弱 船长能玩好的都是绝活哥 这英雄的话很看熟练度跟操作的 一般人是整不动这个英雄 猴子这个英雄很好打船长的 所以一定要帮他前妻帮他抓一波 他压线我们也是一种机会 知道吧 小地图已经看到这个猴子在这个位置丢眼 这个线应该彻底放进去 哇呦红没了 这船长他这个兵线要被卡等级 他要死了 这船长 下一波记得 没事 这妮扣过来了 这妮扣被留住了 好强势的阿姆 但是他这波好像并不赚 多交了一个闪 一换一 而且还不是一血 他这样子很删的呀 他刚才带着双buff过来的对吧 那他应该这波要从下半去开 我们可以先控下血 吃双血 这波我们是赚的 他没闪了 而且这双血我们还可以拿 老年反应 我这波反应是有点慢 没办法 我又要懒 不然他这波死了 你们知道吧 这地方他跑不了 没闪现 EQ差两个 这个EQ要预判他闪 他绝对会闪 等一下技能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先把9月秒了 等一下 可以打 可以可以打 阿姆也可以 直线直接EQ 阿姆不走的 先杀一个 再杀这个小环环 推到了 我说他已经死了 呀这么客气吗 你别沾人家线啊 交给我吧 你可以回家补线去了 厉害 买个新石 这上核心好像还没打 没用的 这波叫破喉咙都没有用 呀 这余阵给他刷出来了 打不动他 头疼 这角约还是过来了 我这波要是把他杀了 我可以走 哎呀很烦 野区里面 不买战斧 这个新石更好杀一点 战斧的时候 队友给力的话 更好用一点 战斧偏功能 他常年旁边有个终端在 我很头痛 他打野自带保镖 火狼老传战了 猴子打不过传战再点了 看来这个 要不然就是我们传战太强 要不然就是猴子太菜了 这猴子打穿的是counter的 你们觉得是哪一种 这波留个蝉 抢个红到六级 还可以杀阿姆 这波惩战一下血刚好回 来了 我听到脚步声了 这次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 等一下Q 这脚位miss了 等他出来我们再动 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了 别别打乱他 等我E 对 别个Q他死了 这左翼会玩的 有些没经验的左翼的话 就很着急打荡自己的控制 遇到人的时候别急 可以等技能 等队友 但控制时间就不会浪费了 他六级了 他估计想救我 出来再收拾 怎么不跟他打 他要就摇人了 偷我一野去了 他不敢 他偷我一野 他就得死 妈的 我怎么飞错位置了 我操 我操 赶紧把兴奋拿了 赶紧把兴奋拿了 兴奋拿 兴奋拿吧 作戏 可以多吃两层皮 不是 不要管他 沒技能 可以先把角落給他秒 補充過來了 剛好EQA直接EQ可以觸發這個星矢非常好用 加個盾加上我們W的盾 基本上打脆皮的話可以直接順秒 他要是反打的話這個盾性價比就很高了 W快好了 沒事我在等Q 還有兄弟這是 等著角落走了我殺著阿末末好了 我不會跟你打的 等他來刷F6再把他大鳥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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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這個鐘也應該是雙排的打的比較默契 像我我跟我們這個鐘就沒那麼默契 拉過來拉過來可以打 他們全死了 先殺這個小環吧 我這個Q破甲 黑切在撿甲很難跑的 對甲之後還有額外的傷害 現在這個黑切有個新效果 你這個黑切打滿之後 你造成傷害的話還會有個 百分比的損失生命值 就跟那個蝦子的Q有點像 沙目應該還會過來 這個人打的比較 本質啊 不過沒辦法 光夜搖冷 看我這個黑切打滿加Q 打他特別痛的 他跟他余震都觸發200點護甲 打他跟打脆皮一樣 打他跟打脆皮一樣 假如是掉個1000血的話 我們A一下就會 多打他50點血 嗯 戴電型加星石的話 打脆皮 比較疼一點 而且的話也有一定的坦度 就沒有走全穿甲那麼極端 但是也沒有走全肉 那麼無力 像這個這麼打的話 他綜合兩種打法的優點 就會更好打一點 先做個隱魔刀吧 這會腰有點難受 這隱魔刀找半天怎麼沒找到呢 摩擦 某個人的技巧 好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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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这伙基本上可以一个打两个了 三个就算了 主要这机器人有空在 感觉这阿牧应该在他身后 这旁边再来个机器人 看能不能找个机会先守一下 躲下技能了 这个距离容易被拉着塔下去 正面打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完了我这个装备没护甲 你看这猴子打我好痛 我才60点 感觉这猴子怂了不然我死了 没关系我们这波有红buff在 可以慢慢回 死了死了 刚好这伤害补上 刚好这伤害补上了 是死方秀 我出发了 gets out of the way 1 2 1 2 1 1 2 2 1 完了 这个衣服没出来 这个位置被卡墙了 补一点点护甲 我们现在魔抗很低 但是护甲比较高 猴子跟EZ战打我们也会比较痛一点 这EQ有时候极限距离位置就会这样的 你E过去但是你Q过不去 把龙给拉一下 把我放门口地上就行了 可能没出来 可能没出来 把骑士反应慢了一点点 把龙给他拿了 再把我们双抗比较高 打他们阵容混伤的 土龙魂挺好的 这土龙魂的话有加双抗的 谢谢这个此生之幸灾送的飞机 谢谢 我再讨讨论 你需要再讨论 那我再讨论 你需要再讨论 没有人 我必须 你不能再讨论 尽管 你需要再讨论 要再讨论 你能再讨论 刚刚好 我说我有大一模刀在 这套打法打这种中野AP或者 AP比较多的阵容非常好用 这星石水银鞋大一模刀 你要再肉一点的话 再来一个绿甲也可以 这绿甲再加上这个盾 这个星石的盾加大一模刀 再加我们W直接就一千点 这绿甲改版了 现在不仅可以增加这个治疗 还可以加这个盾 绿甲做了差不多一个隐瞒的盾就有一千了 完了 这人太多了 就这点不好 你必须得先把这物理伤害的英雄给他解决了 我看他这个盾很厚的 不然你这个盾的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护盾以阻挡零伤害 这魔法盾一个伤害都没吃到 所以像这把的话一定要把这ez跟猴子给他秒 这个盾好有好的一点 也有不好的一点 他现在特别容易被触发 哪怕是物理伤害打你 你只要血量低于30% 这个盾就会出来了 跟以前不一不一样 你以前血量在底只要不是对你造成魔法 伤害这盾不会出来的 就比较能性化一点 所以这个 刀的话感觉有时候也蛮弱的 看怎么用了 他这个ez不解决了 我这刀一点用都没有 这ez一解决了 我这刀就超好用 哎呦我假在 再cue一下 再刷这个盾出来就好 感谢此人之幸在这两架飞机 谢谢啊 谢谢送他双飞啊 买个标 这样就出战斧 我就刷不了这么多了 我就刷不了这么多了 是 我不能